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和自己欣赏的人合作兼成为好朋友 相信一定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 音乐人吴仲恒就和自己的偶像周维敏有这种缘分 他们不单止对 就连在音乐上都相当合拍 第一次合作你是做监制的 我不专心 说给你很难专心 我觉得我和她的口味其实都挺相似的 譬如我们一路录音 不行的那些再来再来 是这一副吗 她的同事会说是这一副 不喜欢那些我们一起都会不喜欢 我是不喜欢弃歌 那些很容易唱 听一次就懂那些歌 通常我都编的 她本身有点先气 陈族那些不合 她有点先气 大家吃开那个口味就喜欢那个口味 但有没有试过咬呢 可不可以不让你看到我 可不可以删脸吗 她唱歌很有趣 她要不让我看到 那如果删了个帘子 我就可以专心 不用理你的样子 我很投入唱歌 她不可以开冷气 她是唯一一个歌手是和我省点 我进去热到她还在生气 还要之前要吃鸡翼的 还有要喝冬茶的 鸡翼也知道 她来到也说要吃鸡翼的 我以过最严厉的监制 古俱基 她是不让我做这些东西的 我要藏在包子里不让她知道 喝的也不让我 我带进去 看不到我 然后我喝什么她都不知道 哈利和Vivian 虽然在2006年已经相识 但真正合作 就要数到2011年推出的《无双谱》 这首歌其实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国语版 一个是广东版本 其实对你来说是否一个国语版 可以变得到你比较多的 没有分开哪个喜欢更多的 因为都这么喜欢 對唱來講 國語是再發音出來優美一點 再感動到我一點點 其實廣東有廣東語是好的 詞也不同 但如果你一定要逼我選擇這個版本的話 我可能會選擇國語版 我們一做完出來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覺得國語好一點 但是廣東話的歌曲是慢熱一點 聽下去是可以回答一份歌詞的時候 廣東話又是很棒的 如果你一次過聽完廣東 一次過聽完國語 通常都會覺得國語好一點 因為國語是比較適合唱歌的語言 其實有時候最怕遇到就是很多口水聲 譬如我們錄音的時候 咪咪很清楚 一唱的時候 你會聽到嘀嘀嘀嘀 像滴嘀糖一樣 原來那些是咪咪 會有口水聲 很難去避免的 通常我們都會唱到它沒有口水才真正去錄 《咖啡在等一個人》這首歌曲 機仔做監製 聽到歌曲的鍵好像有點偏低的感覺 初初不是這個鍵 初初是高半度的 即是你們那時已經談到鍵是怎樣的 是的 而且那首歌的國語都很巧合 要唱得很熟才會很順暢 去錄音 唱一唱一唱 機仔就說其實他想試低半度 為甚麼呢 想低半度再次是一個老闆娘 因為我在電影中 我是聲音天低音的 他想我說故事有素說的效果 低到一個程度才會有效果 還有我自己也覺得 其實我的低音挺好聽的位置 所以我就說好 那試試吧 有一個竅門的 當你唱到很低的時候 你就當它是高音般唱 那個低音不會讓人覺得很低很低很低 但是你又令人很舒服 這是功夫來的 是的 唱高音的時候 你就反而當低音般唱 樂壇神之手 一定要有樂壇這兩個字 也感謝歐永權 因為他有一次上了兩個Live之後 說了這個名字出來 大家都有這麼稱呼我 我想神之手的意思是 他覺得我甚麼歌都懂 你現在這陣子只顧著玩Facebook Live 所以你沒心機寫歌嗎 有一點在那邊 是的 那你是最敷禍手 是的 你叫我不要停的 我沒有叫你玩那麼頻密的 因為太多人很支持 那我不玩那麼頻密 那些人要等四個月才上來 其實是我叫他做個Fan Page 對 他叫我做個Fan Page 我真的多謝他 其實他是我幕後的 叫你 第一 我不懂得開Page 他完全不懂 我完全是零的 不懂的 他教我這樣開 他教我出Post 不是最錯的 其實除了做事是音樂 其實我不做事 我也是玩音樂的 但是因為這個疫情 沒得玩 那我就玩了第一次Facebook Live 我其實也很開心 不只是聽那個 我在玩 我自己也很有滿足感 你坐到琴已經很開心 因為我最喜歡八、九十年代的歌 我是因為那些歌而喜歡音樂 我不是因為以前學琴 我學琴不喜歡練琴 我是喜歡彈周慧敏 張國榮 陳百強 我其實有點後悔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很大才學琴 我覺得如果我這麼大學琴的時候 我應該一來就想學POP PIANO 我現在有用 我寫歌 不想學classical classical是對你的技巧 有一個大根底